Hello 大家好 我是一年参加一百多场 然后多才多艺 来自河北逃上的张强 说话还蛮嚣张啊 一年一百多场 这一百多场比我多多了 够奖 够奖 我们来聊聊张强吧 张强今年三十五岁 毕业多久了 毕业了十多年了 十多年了 你以前是计算机专业 现在怎么做起商演来了呢 本来以前是毕业之后 然后想要寻找工作 然后朋友介绍 来做了一场商演的活动 感觉做完这个活动之后 感觉自己很喜欢这份工作 你是做商演当中的哪个部分 我是来做商演当中 活动执行策划部分 执行策划 也就是说 你有独立的执行策划能力 是吧 对 你印象深刻的活动能跟我们分享机场吗 咱们上大屏幕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所策划 然后来参与的吉尼斯挑战的我们一个千人共涂色的一个活动 这个活动当时现场有两千多人参加 在这个活动现场呢 我是做了整场活动的策划以及现场活动的执行 从最初活动的选址到部场 然后安排这个选手的进场 进场顺序 然后到发放我们的这个陶瓷百剑 都是我来一手来执行的 张强是吧 就是因为我们算同行了 你在既然在介绍案例 其实你的整个案例应该围绕着你到底的商业诉求是什么 然后你通过这个活动之后 你有没有实现 比如说你是不是实现了多少人的传播 然后实现了多少的反馈 多实现多少的转化 那你作为行业人员 是不是最应该讲这点 因为你那些东西 其实你不讲 我们从图上也能看个七七八八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 可能要问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可能能解答大家的疑惑 我想问一下 你上一份工作的工资是多少 是这样 陶瓷老师 可能现场的企业家 大家也看到了 我的一些简历上 没有写工作经历 那一栏是空白的 因为我之前就是 没有在任何一家企业下 就是去做下属的职工 都是和这些企业来做合作 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说 你跟别人一起外包活来做 对 你自己是没有下属的 是有活就凑一起 没活就各干各的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是的 就是一个 我是一个很自由的策划人 所以赵小叶 我们这么一说 我们就明白了 他刚才之所以说 这些活动的过程当中 所表现出来的一些 我们就释然了 我们就不了解了 是的 没错 对吧 它不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 好 你刚才非常兴奋地说 是 这是一个非常自由的 一种工作方式 好像特别的惬意和享受 那你为什么现在 又要来上班呢 因为中间 我在17年 然后结婚生子了 用了将近快三年的时间 但是这三年时间 我虽然没有完全地 从事这个行业 但是也在零零星星的 就是帮一些传媒 再做一些物料的报价 之类的这样的工作 现在呢 我是否可以理解 你基本上没有进过职场 可以这样理解 听说你丈夫今天在现场 是吗 是的 能请他出镜吗 可以啊 突然老师好 你丈夫是干什么的呀 他现在是专业的主持人 及歌手 是主持活动的吗 对 是的 突然老师 我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是张强的老公 我的名字叫做孙浩亮 是专业的商业活动主持人 你们肯定是在活动当中认识的吧 是的 你看你们家又有策划 又有活动主持 自己做个公司算了 来面对 对呀 就是啊 对呀 都在对了 不怕现场的企业家们 企业家们 那个你们笑啊 一个传媒公司 你的注册资金太庞大了 对于我们来说 简直是 但是天价 很想做喜 没钱 很想做喜 那那个我想问一下丈夫啊 就是在你的眼中 你的妻子不仅是妻子啊 你们在活动当中应该也配合过 从一个客观的角度上来说 从职场的角度上来说 你觉得你妻子 她最大的职场技能 职场亮点是什么 她最大的职场技能和亮点就是 用一个词来形容 就是专注吧 我觉得 就是说 比如说 她在做活动的过程当中 与我们的领导对接 与这个我们的甲方对接 然后呢 在做一些无聊报价等等等等 一系列全盘的沟通的过程当中 她都非常仔细认真 有的时候甚至 废浅王室 就想来 我们非你莫属 我想找一个 大的公司 我们来进行学习 为自己日后 就是学习更多的经验 所以她想挑战自己 她是一个喜欢挑战自我的人 行 谢谢你丈夫 你要求多少薪资 底薪 薪资在这一块 因为这个 我是一个 算是职场小白了嘛 对吧 然后我的薪资 现在要求 六千到八千吧